这是我们陶族竹苗发业自语的平台会议 非常感谢四位县市所长亲自的出席 这一次一共提出16个提案 包含陶原市7个提案 苗栗县市4个提案 新竹市2个提案 新竹市3个提案 有关于我们区域治理的属污染的问题 特别我们是在关西镇的牛栏河的上游 是属于桃园市龙潭区 因为上游有很多的工厂 那我们跟桃园市达成协议 作为区域联防的一些必要的一些手段跟程序 相信这个共同的结议 能够让未来再遏止这个水污染 可以达到它的一个明显的效果 同时未来我们跟新竹市苗栗县 也会加入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决议的平台 所以可以讲今天的会议 是达到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成果 相信我们桃园竹苗 未来会更紧密的结合 为乡亲来一起打拼 谢谢